雍正即位时 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国库空虚 励志腐败 地方权力过大 八旗贵族特权 剑籍制度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康熙晚年留下的遗患 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为了挽救国力下降的颓势 雍正励志镇属百年颓风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确实 十年间 他就打造了一个强大的 高效的国家机器 可以说 在历代帝王中 他都可以算得上属一属二的政治家 改革家 那么 他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 大家好 我是小琪 请朋友们点一波关注 支持我 谢谢您 雍正继位之后 先后进行了如下改革 他成立了军机处 作为皇帝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构 加快了政务处理的速度 提高了执行力 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担任 由皇帝直接任命 不受其他官员的干扰 军机大臣每天要与皇帝见面多次 听取皇帝的口语 或者在遇前写下奏折 或者隔着帘子递给皇帝 雍正亲自批约奏折 从不留置 这个制度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办公室 或者国务院办公厅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他推广了奏折制度 规定各地官员必须定期 向皇帝报告敌方情况和工作进展 以便皇帝及时掌握全局 奏折要求文字简洁明了 不得使用空洞的套话和公围语 雍正对奏折非常重视 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和回复 他还要求各地官员互相监督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这个制度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 政府工作报告或者问责制度 是不是很先进呢 他整顿了励志 惩治贪污腐败 忠拥有才能和作为的官员 他设立了监察院 专门负责查办官员的违法行为 并且给予严厉的惩罚 他还施行了考纪制度 定期考核官员的工作业绩 并根据考纪决定升降调动 他注重选拔和培养年轻有为的官员 如尔泰 张廷玉 刘勇等 并给予他们信任和支持 他们为清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进行了贪丁入母 火号归宫等一系列税制改革 减轻了农民的付税负担 增加了国家收入 贪丁入母是改变了 原有以人为税基的计算模式 把人头税摊到土地上去 以土地为税基计算 按土地的多少来收税 火号归宫是将地方官员 在收取钱税时 以损耗为由多争钱量的部分定为法定税 并用于养联营 这些改革使得农民不再因为人口增加 而交更多的税 也使得富裕阶层不能通过土地兼并来逃避税收 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平和财政平衡 他废除了间谍制度 使得青龙女子 岳户 盖户等社会底层的人们摆脱了世袭的低下地位 能够参加科举 与普通人通婚 享受平等的权利 这一改革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和进步 也增加了朝廷的人才储备 他该土归流 消除了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 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土司是明朝时期为了安抚少数民族而设立的一种地方自治制度 但是到了清朝 土司已经成为了一个格局势力 不服从朝廷的命令 甚至发生了反叛 雍正派兵征讨土司 将其改为流官制度 即由朝廷任命官员管理地方事务 使得西南地区的统治更加稳固 这些改革使得清朝的国家机器运转更加高效 灵活 有序 为雍正以后的盛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雍正打造国家机器的意义在意 他加强了皇权和中央集权 使得皇帝能够对全国各地的政务有更多的控制和影响 他消除了康熙时期留下的一些弊端和隐患 如八旗贵族的特权 兄弟之间的争夺 地方官员的懈怠等 他促进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 使得清朝进入了一个繁荣和稳定的时期 他进行了贪爹入木 废出建籍 开放洋进等一系列改革 减轻了农民的富水负担 鼓励了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增加了国家收入和民众福利 他肃立了秦政爱民的形象 使得清朝赢得了民心和声望 他勤于正式 自诩于秦先天下 招前吸涕 他关心弹部的身体和家庭 给予他们慰问和奖励 他也关心百姓的疾苦和诉求 给予他们救济和安抚 总之 雍正是一个伟大而又勤勉的皇帝 在他短暂而又辉煌的执政生涯中 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而又深刻的改革 为清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为后来的乾隆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 王朝留下了辉煌的遗言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 雍正皇帝和他的改革 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并且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 关注 请不吝点赞